尽管中日的全面战争还没有爆发 当时作为抗日民族统一战线对日的作战已经开始 这个时候红军还依然是红军 它还没有改变成八路军 原因何在呢 就是1936年12月12日的西安事变发生之后 虽然国共双方已经奠定了进行共同抗日的这样的思想基础 但是把它落到实处还要做许多工作 特别是这中间还有波折 当时国共双方一直在南京上海等地展开一次一次的谈判 谈判的核心内容 如果我们现在看史料的话 主要是三条 第一条就是红军这个部队应该今后以什么形势存在 第二条边区应该怎么处理 第三条就是谁来领导谁的问题 这三个问题上面 共产党方面其实做了相当大的让步 首先承认李蒋介石为首的国民政府为中国全国的统一的政府 只要你抗战我们愿意支持你 这样的话呢就共产党已经把自己的位置放低了 以便于实现同国民党方面的合作 第二点呢就是关于根据地的问题 红军方面呢也做了相当大的让步 主要让步在哪里 就是我们在这个地方不再打土豪分天地了 我们不再采用苏维埃的方式来组织政府 我们采用选举的方式来组织政府 地主还可以收地租 只不过这个租呢将来是要按照政府规定的那个程度来收 以免呢使农民流离失所 使他们不能够生存 但是在这两方面呢 双方都比较容易达成协议 但是在另外一方面却很难达成协定 这就是关于红军地位的问题 国民党方面又对红军应该改变成什么样的部队 给予了极为苛刻的条件 最初国民党方面呢 只允许共产党的部队编三千人 三千人也就是只有一个旅 如果压缩一下呢 一个加强团的规模 意思就是让你共产党啊 把你的这个部队基本都解散 只保留一个象征性的部队 这一条肯定没有得到共产党方面的支持 而共产党方面当时提出来的条件又是什么呢 共产党方面啊 说你得把我这个部队编成一个陆军 陆军下面可以设军 军下面可以设施 那么我们当时要求编成多少部队呢 编成四个军 红一方面军 红二方面军 红四方面军 以及陕北红军 一共编成四个军 每一个军呢 我们设一个军长 这是当时中共方面提出的条件 蒋介石对此是坚决不接受的